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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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且听奉明》 这部剧改编自热门网络小说《神医狂候》 圣子《天之骄子》与凤武从小就定有婚约 在以凤武身份生活修炼的日子里 孟元以自己的现代思维和终于知识 保护着逆世界的家人 结交了六间作战的伙伴 也与日立渊相知相恋 开启了她甜爽交织 与金丽渊相互服持的第二人生 这部剧男女主颜值巨高 整体轻松搞笑 是难得一见的让人开心的剧 第四部《女世子》 这部剧讲述了定国公长女韩元娘 女扮男装顶替弟弟韩十一求学 意外和武皇子陈炎毅 发生了很多美好的爱情故事 男主是喜怒无存于色的面瘫皇子 女主韩十一未掩饰女子身份 自小风流好色 不学无术 却意外成了武皇子陈炎毅的伴读 帮助武皇子出谋罢策 夺取储金之位 武皇子发现了韩十一的女子身份 并暗生情愫 爱上了韩十一的高龙武皇子 一反常态 变身小奶狗 多次撒娇偷亲韩十一 并且深情宣告 今生非你不娶 甜宠程度爆表 武皇子阴差养错 爱上韩十一 并且不认为自己是断秀的剧情 也让人恐怖大笑 武皇子和韩十一 能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呢 还请拭目以待 第五部 离人心上 这部剧讲述了从小已试过 而长期不能夜晚睡觉 与弟弟相依为命的九公主出岳 阴差阳瑟之下 嫁给了为名于朝野的将军 薛耀 女主出岳 常常会做预知噩梦 一旦破坏梦境 就会变成动物 冷面将军薛耀 每次都很嫌弃出岳 但是只要出岳一出事 薛耀总是第一个 奉不顾身的去救他 两人因皇帝的词婚 开启了霸道而甜蜜的红红生活 男主由三千压杀的主演 郑叶成饰演 据说这部剧 也是郑叶成出道以来 本戏最多的一部戏 这样的撒糖场面 CP粉怎么能错过呢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分享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